990307 2D比 我们要做的题目 名称叫做万象街头 我们先翻到最前面的 题目说明页来看 这个是电脑画 电脑画要绘制零件2 还要绘制组合图 你会发现这组合图 必须要画其他的零件 所以才能做出一些组合 所以我们 在做零件2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 四分之一页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零件2是这一件 零件1是这一件 你会发现零件2跟零件1 很像哦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零件1 这是零件2 有点像哦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 现在来做零件1的一个建模 好 那我们一样从这个零件1开始进行建模 找到YZ平面 直立的那个面 我们先来画一个直径 85的一个大圆 再画一个直径60的一个小圆 中间画一条线 左边我们不要削掉 然后我们进行线的约束 再来针对中间的线把它削掉 留下上下约束好 就变成一个封闭的一个区间 左右开始进行对称的几出 几出的距离 看看题目的要求是 几出28 28 好 开始我们来找一个平面 从这个 XZ平面 往后方推移 推移的距离要看一下哦 当你打负28糟糕往前走 所以我知道开始要打正的 你就打正28再加2 看题目要求 等一下 是58再加2才对 58加2 找到那个新的工作平面1 在这个工作平面1这边 我们要画一个圆 圆的直径是28 我们就开始挤出 挤出到下一个 下一个就是从那个 刚才做的一个 物体 物件 好 那挤出来之后 我们在上方找这个平面 我们在这个平面上 好 画一个直径28的圆 好 往下方挤出 挤出的厚度是多少 看看题目的要求 应该是12.5 没有错 好 按确定 这样我们上面这个 工作平面 我们就可以把它 可见性关起来了 好 接下来 我们来做 YZ平面 在这个平面上 我们来 画一条直线 画一个 弧 再画一个直线 在两个直线之间的距离 题目的要求 是14除以2 也就是7 左边 跟右边 直线的一个高度 左边高度是 题目是16.5 右边 这两点的 高度是2 好 我们来进行 回转 这样回转出来了 然后我们针对 刚才这两个特征 我们针对中间的平面 来做一个 镜射 好 然后 再找一个平面 我们来做下一个东西 这个平面往这里走的距离 看看题目的要求是 -58 再加30 所以中间有一个工作平面 3 好 我们在这个工作平面3的地方 我们画一个 矩形 进行剖切 看得到 好来 针对中间 我们来做一个约数 然后 这边的宽 也就是高是20 左边到中间点的一个距离 不用 那干脆直接画圆就可以了 圆是33 然后我们来做挤出 挤出 把它挤出来 把它挖空 这样挖掉 挖掉 好 这样应该看起来没有大一大问题 这样就挖掉了 从这个地方挖掉 然后 我们来看看右手边这个圆 这个面这个地方 我们从这个地方画一个圆 题目的要求是 直径16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画一个矩形 这个矩形的中心点 跟这里的 这里尺寸是多少 是4 44 然后这里两个点 要把它约束好 这样就可以 密合在一起 然后我们在这边 抓一个点 点跟中间 上面的一个距离是 题目要求是 17.8 然后我们针对在两个地方 我们做挤出 把它挖过去挤出 挖空 好旋转一下 看一下 嗯 看起来是 OK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圆角 这个圆角 这边这边也有圆角 这边也有圆角 半径是2 做一个半径为2的一个圆角 转一下 看看题目的要求 哪些地方要做圆角 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也有 好 再看看 确定 那 好像差不多了 再 检查一下 这边 倒角 倒角 倒角的距离是1 这个地方 我们 里面做一个倒角 这里上面 倒上下左右 好 这边也有倒角 好 Home键 看一下 倒完了 转一下 确定 好 还有什么地方要处理 如果没有 检查一下 题目的要求 提目看一下 点到Home键 如果没有好像快要大功告成了 我再double check一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 好 之前呢 我们已经把零件1建模完毕了 那为了是什么呢 我们有说过 是因为我们要画组合图 组合图呢 我们必须要画出相关的组合 虽然 题目没有要求你绘制零件2 但是因为有组合图 我们零件1零件2都要画 那零件1已经建模完毕了 我们接下来 来翻到零件2 是在哪边 零件2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把题目页翻到四分之一页 这个地方 好 再看看 零件1这边我们已经做完了 好 建模已经OK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 我们会用到四分之三页 这一页 有零件2的一些相关资讯 好 所以拿出你的笔跟尺 我们接下来进行零件2的一个建模 好 我们接下来进行零件2的建模 来 一样找到YC平面直立的 在这个地方 我们画一个直径85的圆 再画一个直径60的小圆 中间画线 这里画线 把不要的地方 我们把它先约束好 这个点跟点之间的一个距离 然后不要的地方把它削掉 左右对称 挤出28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抓 XZ平面 往后面的方向 抓那个相关的平面 那因为 是正的方向 你稍微正复看一下就知道了 往后 58的距离 在这个平面上 我们画一个28的圆 然后做挤出 挤出到刚才第1个实体 然后把工作平面3 把它关闭 接下来在上方的这个平面上 一样 我们也是画一个直径28的一个圆 然后挤出16.5 往下 更正 12.5才对 12.5 看起来是相切的 一样的厚度 进行 剖切 剖切完之后 我们在这个平面上 一样画直线跟弧 两个直线 左边的直线是16.55 右边直线跟左边直线的距离是7 那这两点之间的一个距离是2 然后我们进行回转 回转几出之后 然后针对刚才这两个特征 然后我们把它做进射 然后我们把上面的工作平面就用不到了 可见性就把它关掉 好的 接下来来处理 应该看起来是OK 处理我们右手边这个平面的圆这一块 然后我们来 应该看题目要求 我们来放置我们的孔好了 然后孔径是放 题目要求是18 好的 我们从这个18来开始做 好 那我们先举行 在这个上方我们画一个举行 然后中心点把它约束完毕 上方往下拉一点点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画一个圆弧 这个圆弧 画完之后 我们来做 这个约束 圆弧 这个标注 22 22 22 然后稍微调整一下 左右两边的距离 我们把限定是5 然后这样就变 22好像太 11就好了 11就好了 中间把它变虚线 变实体之后 然后我们把它做挤出 挤出选 全部 全部把它挤出去 就挤出挖空 然后在这个地方 把它做一个倒圆角 倒圆角小一点 0.5 0.5 两边倒完圆角之后 再看看这边要不要做倒角 看一下 选哪一种 选这个 距离是0.3 角度45度 可不可以 看一下 倒角 题目的要求 在这个地方 可以 在这个 确 对面也要有 对 然后做 0.3 45度的倒角 好 打完之后 应该 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做 环形 阵列 针对刚才这两个特征 左边选了之后 我们做 环形 阵列 放置几个 题目要求 六个 六个 360度 刚好转一圈 这个倒角 可不可以 想一下 如果选这一个 这边要倒一下 这边要倒一下 也把倒 0.3 0.3 应该是OK的 好 按确定 稍微放大看一下 稍微放大看一下 如果把它 变成1呢 这个倒角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漂亮 应该 试试看 我们试试看 如果在这个地方 倒圆角 倒 2 把其他这几个地方 倒圆角 把 这个圆 底的地方 把它倒圆角 转一下 转一下 应该是OK 这里面 这里的 倒圆角 如果 0.2 小一点 小一点看一下 确定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好像 比较好一点 这就 看起来 这个好像 上面的 尺寸 没有给的 很明确 好 那我们就 赞 我们的方式 去做 肯定